两个人走的方向是一致的 然后走的时间也是一致 只是一个大一个小 所以在脑子里有一个这样的概念之后 你在做这个的时候 你会发现有一个共同点 就会比较好 协调性不足可不光是你在跳舞的时候 发现身体在跟自己打架的问题 你还会遇到诸如动作记不住 跳舞的时候全身比较松散的问题 那我们首先从字面来理解一下 协调性是什么意思 协调其实就是 使意见一致 和谐一致 配合得当的这个意思 那这个协调性放到身体上的时候 也就是说 你的身体的各个部位 在做一个动作的时候 要协调好了 要先商量好了 一起工作 达到一个最高的效率 达到一个事半功倍的效果 而不是一起做的时候 两败俱伤 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阻碍自己的整一个舞蹈的运动路线 所以你在跳舞的时候 身体不协调 你的手脚就会打架 然后你的身体 如果没有达到一个 最协调的状态的时候呢 你的力量就发不出去 比如说你看 这个动作 手和脚 手脚 头一起发力 但是有时候 你会说 老师我做动作 好没力气 使不上镜 就是你没有找到那个 同时发力点的那个契机 让身体在一个最完美的 谐调的状态下 和谐的状态下 一起互相帮助发力 所以你才会有 这种跳舞 比较风散的感觉 所以大家在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 首先不能忙活项恋 而是冷静的分析下 到底是哪些地方出现了 不配合 不一致的问题 今天呢我想带大家从一个新的角度来认识协调性 并且给大家分享一个从本质上提高协调性的训练方法 所以这篇视频一定要收藏好了 以后可以拿来训练用哦 所以现在请大家站起来 先给我从一个最简单的动作入手 就是光手画圆圈 其实这个动作不需要太多的协调性 因为你只是单个手在动 所以它不需要跟身体的其他部分 去先商量先和解好 但是这样两个手的时候 其实你已经有一个communication 你的身体其实已经在沟通了 只是这个比较简单 因为它的路线一致 大小一致 方向一致 反方面也是一样的 就算你把它换成反方向的 opposite 方向去做 它也是一样的 这样这个就是很简单 最基础的一个人体的协调性 这个的话都不会太难 但是我们在晋级的时候 你想想看 把这个手变成小的圆圈 这个手做大圆圈的时候 其实你的身体就要有一个谈判了 你就要开始发现 哦 我们怎么样才可以一起工作啊 这样是简单的 但是这样子的时候 可能难度就大了点 那首先你就要明确 不是瞎脸而是明确 哦 原来在这个和解的过程中 我们发现 我们两个人走的方向是一致的 然后走的时间也是一致 只是一个大一个小 所以在脑子里有一个这样的概念之后 你在做这个的时候 你会发现有一个共同点 你就会比较好多 那当然说反变的时候 也是一样的 只是换那个方向而已 然后再加难度一下的话 我们再想一想 如果说我的上面的手 只是走这个90度的左右走 然后下面手继续划圈的时候 你要怎么走 自己想一下 你看我现在座位是 比较难写上 因为我还没有完整划圈 所以我们叫冷静下来思考一下 OK 所以 这个是一个大圈 这个是左右这样下 然后它们的结束点是相同的 所以它的意思就是我的手到这边的时候 其实我这个手是画了这个半圈 所以我们先从前半圈来 半圈 OK 这个感觉还可以 然后回来的时候是后半圈 所以在这 所以我们就是在这个感觉 所以你看我现在有斜条 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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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所以我们的身体要先理解 到底我这个方向是什么 速度是什么 我的路线是什么 之后就算路线不一样的时候 一个手在画圆 一个手指是左右来回 所以我能不能找到一个和解的点 你说这个动作的话 我的和解的点就是 是这个感觉 然后是这个感觉 这个感觉 然后是这个感觉 就这么训练 就看把自己的身体变着来 不一样的方向 一个手一个脚同时出去 手和脚出不一样的方向 或者怎么样 手先出去 脚再出去是什么样 脚出去之后 手再出去是什么样 所以你看你的身体 其实它都在找一个协调性 手往着 脚往着 这是协调 一起走 是不是 所以协调性 它不光是你学一个动作 那么简单 而是需要你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让你的大脑和身体 同时去感受和理解 我这个动作的大体方向是什么 两个身体部位 或者多个身体部位的运动关系是什么 我如何分配这些运动路线 才能让他们在一起工作的时候 达到一个最有效最完美的效果 那经过刚刚的手训练呢 我们再来进行一下 我们来尝试一下让手脚一起工作 啊 我的手还是在画圆圈 只是现在呢 左右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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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脚 一样的顺序 膝盖走的也是半人 手走的半人 这样很简单 然后我们反过来 这些都还算简单 然后我们看看 能不能我们走不一样的路线 走不一样的路线 走不 走不一样的路线 走不一样的路线 这样去感受自己身体 然后如果把这个做顺 我们想想看 如果我们是 不一样的手脚 去做是什么感觉 不一样的手脚 做会是什么感觉 如果不一样的手脚 做的是不一样的方向 是什么感觉 反过来 反过来 出去 反过来 反过来 出去 出去 我们也可以做一个 脚的一个往里 往里 反而手是只做一个线的话 你看 这个也是协调性的问题 对不对 如果说两个 一起走 或者 手在画圆圈的时候 脚化两全会是什么 脚化两全会是什么感觉 所以大家可以下去找一找 自己有哪些不一样的方式 可以让自己的身体挽起来 不断地给自己的身体 加难度 看看自己的身体 可以如何找到这种 和谐的 协调的一起工作 有效工作 这样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通过这个方式训练的话 可以从非常根本的状态 帮助你提高协调性 也请大家积极地在评论区 留言分享你们的训练心得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内容 就请点赞 收藏 分享 加关注啦 我们下期再见 学编舞 学跳舞 跟我一起从不一样的角度来探索吧